各位朋友,我是張超雄 我們叫做公文齊齊說 今天我們想談談何蟹社工的故事 在我旁邊是謝世傑 最近謝世傑也搞起一場風暴 當然我們本來不希望這些風暴出現 但何蟹社工是甚麼呢 為何會有所謂民政局局長 或地區層面來到的民政專員 介入女青聯會一個NGO 指責一些社工 說造成一些衝突不和諧 最後導致謝世傑離開了 他服務二十六年的女青聯會 不如謝世傑你介紹一下事情的內陸 其實今次的事發生 令到我自己覺得 我們一定要出來說 我們是不要做何蟹社工 政府似乎是希望給一個政治任務 給現在的社會服務 去做一些政府希望我們要做的工作 很明顯在大澳這件事裏面 其實有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去年兩次的災情 我們公約隊和居民 就著怎樣善後工作一起坐 因為政府很多措施 無法回應居民的需要 所以大家要坐 怎樣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這是去年六月和九月兩個水災 大家可以想像今年台灣八百水災的情況 當然我們兩件事件不能相提並論 因為台灣的水災情況的確很嚴重 但在大澳來說 兩個水災 特別是九月二十三日的災情 覆蓋的範圍 少了五六百戶人 但政府救災的反應 令到居民相當不滿意 所以大家組織在一起 去表達他們的需要 令到政府盡快作出適合的回應 你的角色是甚麼 我作為社工在當區 最重要的是 將居民的需要組織在一起 看看大家的訴求是甚麼 然後向有關方面表達 希望盡量將居民的意見表達出來 令到政府和社會聽到居民的聲音 作出適當回應 我想我們的工作本身都是這樣 沒錯 你當時也拖了我下水 我當時在立法會 你相當之好 居民都很感動 還有幾天議員的身份 繼續進來幫忙 水味的時候 另外一個問題 我親眼看到 其實有很多協調工作 舊災的反應出現了問題 有些公公婆婆說 她已經浸了 床褥也浸了 她今晚不知道在哪裡睡 開飯也有問題 要開放龍田村 但很多單位還未可以 只開最初10個 我記得我和林勝傑在爭論的時候 另外梁耀忠也有其他人幫忙 鄉市變成臨時指揮站 我記得災民都貼出去 當時很混亂 你其實想把居民的需要提出來 呈現給有關工作人員知道 官員就應該回應 那裡的關係上 我覺得是大家正在工作 我們看到有需要的事情 去呈現出來 你可以說不是完全和諧 也有些爭吵 很開放 否則不可以 那就不和諧 接著發生甚麼事 接著在12月開始 我們陸續收到寄封的投訴訊 主要來自當區的團體 其中包括鄉市委員會 她的封信格局都去得很高 我們平時收到一般去到我們的總幹事 但是她的格局去到董事會會長 然後副本給民政高局局長 民政總署署長 勞福局局長和社會署署長 其實一般居民投訴 或者團體投訴 其實我們是不介意的 因為每個人 我們覺得她有意見 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表達 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專業機構 對於我們的工作是否認同和支持 所以董事會立即成立了三分鐘的小組 進行調查 其實我們將這件事的過程 原原本本去說出來 其實這件事由頭到尾 從開始怎樣組織 整個管理層都知道我們在做甚麼工作 6月7日的災情之後 我們的團隊分別的同事都收到獎勵信 我獎勵你們 做得對做得好 所以專責小組調查之後 都覺得沒甚麼問題 接著1月12日跟鄉食委會見面 當日可能對方的意見仍然相當不滿 回來的時間 就感受到對方的怒氣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1月13日 我們會主動去找尼島的專員林勝傑 但格局是很高的 點高法就是有第四副會長 總幹事副總幹事服務總監督道主任 來見一位地區的專員 談甚麼呢 大嶼山發展 邀請他出席一個營地開幕典禮 在其他文件我們看到 我收到的警告信 是說明引起鄉食委員會 以及來到民政事務處的不滿 我相信在這個場合 其實作為專員 他收到這些地區裏面 一些大家的投訴或意見 他其實應該有個角色 是做一個協調的角色 而不是好像繞雙手 然後有人來找你 然後就好像我加把口 然後就再踩腳 然後說我都不是很喜歡你了 他說雙方關係破裂 根據你的書面的警告 你的工作引起大澳當地 鄉市委員會及民政事務處的不滿 雙方關係破裂 破裂到的情況就是要警告你 沒錯 所以收到這個之後 國會就覺得當然有問題 別人都不喜歡你 特別是政府都覺得關係破裂 其實這個是機構 他覺得這個有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是剛才我說的 如果作為機構一個專業的團隊 他尊重我們社工核心價值 其實這些問題 對方政治方面 政治部門的一些不滿 政府部門的一些不滿 其實我們應該有很強的角色 告訴他 我們正在做的事 是我們社工專業做的功夫 至於關係的問題 大家可以坐下來 互相了解一下 在哪方面我們可以再處理得好些 但事實上 在我自己從事14年的社工工作裏面 這些居民之間的意見表達 一定多多少少對政府的團體 一些傳統的力量 都有一些震倒 現在你看八百水災 台灣的官員救災救得不好 那些台灣居民和官員當然關係破裂 破裂到要罵總統 那些高官現在都要下台 現在關係不好 做得不好就不好 1月13日見過林勝傑 他就說關係破裂 之後還有發生甚麼事 然後就警告信之後 這個都未是警告信開始的 1月13日見過林勝傑 之後1月19日又收到第二封投訴信 又是鄉市的 沒錯 那封信就說明 我們一而再 再而三破壞了這個關係 所以… 中間德國也怎樣破壞 中間你是否做了一些事 其實大英國發生了一些事情 但跟我們的團隊無關 事情是講鳳凰木事件 因為政府和鄉市委員會的要求 斬在廣場的一棵鳳凰木 但當地一些保護樹木的團體人士 極力希望能夠維持一棵樹 在這裏之間大家有些爭執 亦都引起媒體關注 所以D.O.也有一定的壓力 在這件事裏面 又是你教委 還不是你們有份 所以就入了我們 所以第二封信 我們估計可能跟這件事有關 否則期間中間都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19日收到封信 23日女青年會的會長和總案士 去見局長 原來女青年會的九龍會所重建 是要得到曾德成的embracing 要他同意 要他批准 在這時間曾德成自己主動提出 她說我收到亨氏委員會的一封投訴訊 用他們的說法 即是政府回應的說法 你們就要好好地跟我們合作 搞好社區和諧 但女青年會給我的訊息 即是在我的文件裏面 他就收到訊息 你們必須保持和諧的社區